HELLO 今天的面子书是怎么啦 今天的面子书是看不到人的 等一下我调一调我的那个角度 我还是先这样因为呢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今天没有小帮手 没有助理 然后等一下我再 给你们看一下 这样画面全部OK 今天可能要委屈一下你们啊 因为one man show一个人solo 因为今天是一个人在solo而已 小帮手全部都回家了 然后我的太太又自己在直播 所以呢就是一个人 然后等下我会一直跑进跑出跑进跑出 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调一调镜头 可能切东西的时候啊 啊我们就会 要看一下镜头像你们看我 OK我好像看到我的那个镜头 好像歪一扁的 会不会 会不会进来的朋友 因为现在我看不到人数 进来的朋友 给我说一个hi 进来的朋友 帮我说一个hi好不好 进来的朋友帮我说一个hi 让我知道你们已经进来了 我调一调那个 那个镜头角度 等一下进来的朋友 这样有没有比较正 感觉这样会比较正 是不是 是不是会比较正 这样会不会比较正 OK的写OK OK吗OK的 因为你看连灯都忘记开 有没有 现在晚上深夜放毒教大家煮什么 因为昨天就有人说要学苦瓜分机 然后爱吃苦瓜的朋友又 爱吃苦瓜又怕苦 那今天就教大家要怎样 处理那苦瓜 他才不会那么苦 OK 然后也是要教大家怎么去选苦瓜 ok 这我这边没有评论啊 你们有打评论吗 我推出过我再进过啊 等一下 看不到评论的我 哎没关系 因为真的看不到评论 啊有啊有啊 看到了 呃 煎猪 包猪 葱 都说嗨了 对不对 那好 今天教大家煮两道菜 一道呢 就是我们时常会去大炒蛋吃的 哇蛋豪 第二道呢 就是苦瓜焖鸡 这两道就是在深夜放毒的时候 就要放毒了 第一道 这个哇蛋豪 我们要怎么煮到那个 为什么叫哇蛋豪 哇蛋豪出来的蛋一定要是滑的 啊 才叫哇蛋 有一些是煮到那个鸡蛋已经死掉了 又或者煮到那个鸡蛋烂烂的 那今天就教大家要怎么把那鸡蛋煮到滑 然后可以给他就是我们摇的时候 他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一种感觉 啊 然后哇蛋豪要怎么炒才好吃 很多人 以前我在吃哇蛋豪的时候啊 我会觉得做那个果条用有味道 一定要加到吃才有味道 今天我就让大家吃到哇蛋豪里面的 好烦都会有味道的 嗨 来进来的朋友帮我刷一盘爱情 给我看到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完全看不到东西 今天很多直播评论都卡 哦三姐 哦那个评论都卡啊 应该是啊 因为我这边完全人数也看不到 然后评论只看到几个人而已 害我吓到我以为我的那个 那个面子书有问题 原来是所有人的面子书都有问题 好 先讲第一道 第一道呢就是苦瓜焖鸡 苦瓜焖鸡呢 就只需要 两样 就是苦瓜还有鸡 苦瓜焖鸡 苦瓜焖鸡 然后 豆豉 啊跟豆酱 就是这几样东西而已 豆豉豆酱苦瓜鸡 豆豉豆酱苦瓜鸡 来你们先 screenshot一下 来五四三二一 OK screenshot了 那第二道呢就是瓦丹 火调 然后跟配菜 你们都可以喜欢呢 放肉啊 放虾啊 放satone啊 放菜啊 煮素食的啊 都可以 都可以 只是因为我都是用我冰箱剩下的那些 头头巍巍头头巍巍 比如说说冻剩餐子炸了都不够吃 然后烧肉剩一块 只有拿来解决掉它咯 OK 所以我今天的瓦丹娃是有烧肉的 烧肉瓦丹娃 好 希望的朋友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瓦丹娃怎么炒才好吃 苦瓜怎么炒才不会那么苦 OK 还有苏惠晚上好 哦评论来了 Jenny惠晚上好 猪末年啊 猪末年好 苦瓜要怎么选呢 苦瓜我们说 有没有看到这个苦瓜 苦瓜它的这个一节一节一定要够大 有一节是密密麻麻的 密密麻麻那个多数会很苦很苦 所以我们处理起来会比较的辛苦 所以你看 有没有 那苦瓜 我的那个苦瓜 它的这些节都是比较宽的 啊 选它比较宽的 那我们第一道菜呢 我们先来处理苦瓜 先处理苦瓜 我看一下那个镜头啊 镜头角度我不OK 镜头角度OK的话 让我知道 给我知道OK 镜头角度OK的话 让我知道 你看我完全看不到那个 海鲜蛋 海鲜大巴来了 海鲜大巴好 对啊基本上我晚上都有时间我都会有直播哦 每一晚上吃都不会肥的哦你 三 太一样我不是吃不肥而是肥到不明显而已 其实很肥的我只是一只肚子一只收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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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次我是选用 呃 拥须机 这个机我用选拥须机 那我们会先把它砍块 这个鸡我会 我先把它垫一块布 因为这个布篮哦 很超啊 今天是不是没有听到那个 呱呱声呢 来 好 晚上好 习惯那个是 那个那个comment 是真的是 完全跳不到啊还有 鸡屁股是很好吃的 可是呢 因为它这边 这两粒东西它味道很重 所以我们把它去掉 看得清楚吗 因为没有人把我移进那个镜头啊 来 把这这这个先 先拿掉 这个只是这样子 轻轻的一拿它就去掉了 ok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 砍小块 来 好 那这个鸡我们已经处理完毕 把它剁一剁它 等一下我们擦一汤水 然后我们就处理 然后我们就处理苦瓜的部分 我们处理苦瓜的部分 苦瓜要怎么切 苦瓜通常我是切长条形的 苦瓜呢 从头 切到尾 然后 把它中间的纸去掉 看得清楚吗 镜头需要 角度要换 需不需要换 要换我就去换一换 让你们看得更加的清楚 ok吗 那这个它里面 这个白色的膜呢 尽量把它挂干净一点 白色的膜尽量把它挂干净 来晚上好晚上好 好 好我们就把这白色的膜把它挂干净 好 好 尽量挂啦 不然我吃起来会有那种种的感觉的 那感觉不能 来 那我们就切断 我把它切成四段 然后 改成自己要的大小 可以改成自己喜欢的大小 我就把它切成直条状的 啊 你看那评论我完全看不到耶 你看我一笑一笑 笑一笑好像有点严肃 Joystun 耶 因为我看不到你们的热情 来 出来拍爱情给我 让我笑一笑 我很奇怪今天为什么那个 那气氛有点尴尬对不对 啊不需要 好很清楚了 ok好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把它的那个 苦瓜 不是把它的苦瓜 把我的苦瓜 把它切成长条状 那苦瓜切成长条状呢 ok 这样呢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装起来装起来过后 我们要做苦瓜焖鸡啊 我们说要怎么弄 它才不会苦 首先有几个步骤我们要比较注意的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 我们要先 啊 怎么说 拉油 我们拉一拉油 然后再汆烫 拉油再汆烫 ok 我 我移移那个角度 让你们看到油锅那边 什么叫拉油 什么叫 等一下啊 ok 我把那个角度 ok这样 这样应该会看得比较清楚吧 我看一下那个镜头有没有歪 有没有歪掉 应该没有歪掉了 ok 啊 我用小个锅 好 那现在我们就 要做拉油的动作 锅里面放一些油 锅里面为什么 拉油是什么 就是油温大概是160度到180度 我们苦瓜下去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苦瓜焖酒它会黄掉 那不焖酒它又硬硬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要怎么办 我们先做拉油跟汆烫的动作 啊 然后在汆烫的时候 它的苦涩味 又会把它去掉一些 因为苦瓜焖了过后 它的苦味太重 我们吃起来也没有这样 口感味道没有这样好 那我就是会把它先汆烫一下 好很清楚 有 镜头进了非常好很清楚 好那现在油温差不多 还记得我教你们怎么看油温吗 一就是用temperature test 二呢就是我们的 那个筷子木筷子啊 或者我才去下去 如果说它开始周围起小泡泡 就是开始热了 我们可以下去 啊 关小火 因为是拉油不是炸 我们就是这样子 OK OK 你看我又看不到那个什么了 哇里勒 下次可以用ipad 就要在你旁边 方便看留言 有啊 Joyce我是放那个我的电话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 那个评论看不到 喜欢听你的评论 听我的评论 听我的评论吗 我的什么评论 都会 哇里勒 看你的笑料了 一直看到这样 看不到东西 来 进来的朋友 如果看到画面清楚的 说一盘爱心给我 因为刚才到现在 我完全没有看到爱心的出现 按多多个爱心 看一下是 是我的飞速有问题吗 因为完全看不到你们的 OK 我们就是 让它泡一泡 其实是很简单啊 这道菜 那我们要拉多久 就是稍微 让它泡大概是一分钟到 两分钟里面 那如果你 炸的越久 或者炸 拉油拉的越久 等一下它的那个 啊闷的时间 就不需要那么久 明白吗 明白了 谁在明白 明白的话 打算明白两个字好不好 你看 我一刷 我会关掉一拉 晚上好 越燃 OK 那现在已经 它已经拉油拉到差不多 不要拉到它 黄掉 不然黄掉就 不好看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起锅 现在把它起来 好 好 然后呢如果是你现在直接这样下去炒 是没有这样好了 然后我们通常会是做做一个 烫水的动作 然后烫水呢就是我会让它水滚 然后那个下去汆烫一下 那我们叫飞水 那我们叫飞水 每一他们也是一样 对啊今天都是一样 你看我到现在 各位朋友有没有帮我刷爱心 因为我真的完全没有看到一个爱心出来 在我的电话 你看 真的完全没有爱心呢 怎么会这样 还是你们 不要 帅帅又有了 我拉掉评论又拉回 又有一多一爱心上来了 非常开心 原来我一直跟他按摩一下的 然后 如果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把我的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进来一起深夜食堂学做菜 好不好 好的帮我刷一排赞给我 因为今天的这个 网络问题还是Facebook问题我也不知道 可是也要谢谢他 让我们有这个平台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好有没有看到我的锅里面水开始滚了 水滚了过后让它大滚 我们的这个苦瓜下去汆烫 啊 苦瓜下去汆烫一下 然后我们 在里面给它 滚一个 30秒到40秒 然后我们就可以起来了 我刷了很多厨生 Elise我没有看到哎 真的我没有骗你 真的没有看到不是我好小啊 你看 ok 然后我们刷了 有没有看到基本上这个苦瓜已经暖了的 基本上这个苦瓜已经暖了的 根据班上我们 吃到的是不是很不一样 因为 很多那种苦瓜焖鸡啊 那苦瓜都是焖到它黄的 你看 你们看一下那苦瓜 是不是还是绿的 给你们看一下看了 看一下我的苦瓜 看一下我的苦瓜 有没有绿 有绿的 给我一排爆爆 爱心爆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没用哦 谢谢 今天Facebook赤字真的是很赤字 好 那个鸡肉 我们就下去汆烫 汆烫什么呢 为什么要汆烫 要先去掉它的血水 啊我们去掉它的血水 等它炒出来的那个汁 才漂亮 也是这样子 汆烫一下 我看到这个鸡真的是受不了 你看那个鸡肉 你看那个鸡肉 Oh my god 给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它鸡皮 黄黄的 Oh my god 怎么可以这样子 太赞了 我肚子已经开始饿了 真的 好 那把水倒掉 好 好 现在倒掉了过后 我们开始做闷鸡的动作 要怎么闷呢 要怎么闷 来 这个等一下 差一点啊 差一点太紧张了今天 你看那个赤字 哎 干净鸡吗 对对对 我 我以为 这个是 胡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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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鸡哦 它的颈像全部 没有毛 就剩下这边 有一肚毛 那我们叫胡须鸡 厨身这个是干净鸡吗 胡须鸡算干净鸡吗 我也不懂哎 胡须鸡 这个是在 他们养在 不是农场 养在油棕巴 他们 这个 呃 我的这个朋友 他是养在油棕巴的 然后呢 他的油棕巴30多 然后就是专养这种鸡 然后晚上有赶他们回去 去家里面睡觉的 ok 哇 顾着跟你们讲话 然后我们现在呢 先放一些那个 先放蒜头 下去炒一炒它 啊 蒜头拍了过后 下去炒一炒它 啊 下去炒 然后这个 倒席也丢下去 炒一炒它 然后鸡 下去炒一炒它 啊 有一些他们喜欢 放姜也可以 没有问题 要放姜的朋友也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就是 开小火 让它慢慢炒 要炒到那个鸡醋油 要炒到鸡醋油 你看我又看不到了 Roger 美 美是什么美 这只鸡很美 光鲸鸡 SW蛋 这个不是光鲸鸡哦 光鲸鸡是荷兰鸡 啊 挺像有麻烦叫光鲸鸡 那我们也叫荷兰鸡 荷兰鸡 然后这个不是 这个是胡鸡鸡 你看它的油 很多很多 然后哇 都自动一带淋出来了 然后豆酱 倒下去 舀一汤匙 把它放下去 啊 开始 哇哦 太受不了 这个味道 有些人都不喜欢吃豆 豆 豆丝的哦 对不对 有没有人不爱吃豆丝的 倒鸡 以前我都不喜欢吃豆丝的啦 然后我 去了一边餐馆 吃了那豆丝鸡瓜 哎 哇原来可以炒到这样好吃 我都喜欢了哦 来 这个时候 我们炒到那鸡醋油 我们就下水 啊下水 放它慢慢焖 放它慢慢焖 啊焖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而已 OK 在焖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什么呢 我们可以放一点那个 酱油 哎不是酱油 sorry 焖的时候 这样放着焖 等一下焖好够 可以放一点那个蚝油 讲错讲太快 放蚝油 现在我们你看苦瓜 我还是没有下的苦瓜 还在这边 因为我苦瓜你看已经 硬硬的苦瓜变软软的 有没有 你看 是不是软了 啊 苦瓜软了 软了我们就这样放这吧 没毛病 然后等下这个呢炒出来 我们要掉一点那个 黑曬油 我先 盖起来 来明白吗 明白的 写明白 因为我看不到 对啊今天一个人呢 N L N Agnus Agnus LNS是什么 LNS是什么 今天一个人很忙 说会对啊 今天一个人啊小伙手 我全部回家的 Agnus LNS是什么 啊 我有看到爱心起来了哦 然后还有那种一排 一排good 啊 就是 你们 你们都不需要给我什么 只要跟我多一点互动 我就很开心了的了 只要跟我多一点互动 我就开心了飞起来 然后等下教大家炒瓦丹 好因为瓦丹好不能那么快 瓦丹好等下啊 我们一炒了过后 就要马上吃啊 他才好吃 然后这个 这个鸡呢 我们要焖多久 看鸡块焖 按的大小 然后至于苦瓜焖多久呢 苦瓜大概三四分钟 他就软完了的 啊 所以这个我们大概焖一个十分钟 让他鸡完全的软透 来有不明白的吗 不明白这些写出来 有什么不明白 苦瓜焖镜 绝对让你 吃到那个 饭加不停 记得要like and share 然后记得follow我 follow ChefIran Tan的主页 然后追踪 追踪关注 什么叫追踪 追踪关注跟按赞 然后还有在我的直播下面 有一个那个小铃铛 小铃铛你们可以按下去 所以每一次直播我都会通知你们 好谢谢你们 今天完全真的是 看不到那个 看不到那个 评论了 感觉好像有在我的直播间这样 有一点尴尬的 真的有一点尴尬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可以转小火 让它慢慢闷 然后在转小火的时候 我就把镜头移移移去 处理那瓦丹火的材料 我这个刚刚 换一下位置 啊 好我就关小火了 然后那口瓜继续放着 然后我们就来 处理一下瓦丹火部分 来刚进来的朋友 今天我们煮什么呢 刚进来的朋友 应该不知道今天我要煮什么 啊 就是苦瓜焖鸡跟瓦丹火 把所有吃剩的材料 啊 用剩的 帮它收一收 帮它收一收 让我们的那个 冰箱清空出来 OK明白吗 烧肉一块 这是那天剩的 我慢一点会教做烧肉 可是你们一定要 一定要守着哦 因为烧肉会分成三拨来做 一拨两拨三拨 对 烧肉会分三拨 从A到这个焦碗里面 从头到尾 绝不失常 OK 这烧肉处理了 嗨 Wendy ABC进来了 C-Wing蛋 厨身好 请问苦瓜不要那么苦 有什么方法 看回刚才就是 啊 切了过后 我们洗干净 第一就是选苦瓜 苦瓜的那个 苦瓜它的 缝隙跟缝隙之间 要距离比较大 就是看起来是比较宽 等一下你看回重播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 苦瓜 先拉油 再汆烫 飞水 然后才拿一闷 它就不会那么苦 然后也保持它的脆绿度 OK 明白吗 明白的吗 写一个明白 好 切切Soton 因为剩下三只 拿来炸又不够吃 那Soton呢 如果是我自己处理的 Soton 我是不怕 不去皮的 Soton我是不去皮的 为什么呢 因为Soton如果去皮了哦 它没有这样香的哦 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 啊 然后 然后蒜头 蒜头 把排排排 你看我又看不到那边的comment的 哇 我告诉你真的是香到没有朋友耶 真的真的那那苦瓜鸡 真的香到没有朋友啊 哦 oh my god 好 现在 我们就开始炒果条 啊 很奇怪是不是 为什么我的菜一样是这样有切呢 因为菜 切了的菜没有这样好吃 我们要用8的 一样 因为如果用8的菜 它的那个细胞壁破裂会比较大 所以吃起来的菜比较好吃的 啊 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们可以试一试 OK 现在我们先炒果条的部分 我再移以镜头啊 好镜头移过来这边 啊 这样子 应该OK啦 应该OK吧 OK的是OK 今天会 那镜头 就是我会跑来跑去 一直 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哦 那个鸡要记得跟它搅一搅 哦 开始乱了 哎呦 好关心 那苦瓜要怎么炒 sorry 瓦丹哦 一样咯 少不了的 这种大炒就是 这种猪油 我觉得猪油炒我要放多一点 我这边怎么不多 猪油炸最多 放多一点 炒果条没有猪油炸哪里好吃的 对不对 同意吗 同意的 帅派一心 给我知道同意 啊 诞神 诞神也进来咯 W 啊 WSR 啊 WSR进来咯 期待烧肉好 到时候烧肉 可是烧肉是连锅的啊 因为 它要经过那种 啊 一定的时间 腌制啊 然后我会跟你们讲 要怎样弄 ok 那这个 猪油炸弄好了过后 我们会把它捞起来 嗯 嗯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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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啊 啊 然后把油,油不要这样多,倒掉一点 OK 然后把,诶我的果条 果条 把它放下去 开大火 果条呢 果条呢,为什么我们要火一定要够猛 火不够猛的话,它会粘锅 然后火不够猛的话,炒菜的瓦丹河就少了一个浓味 所以瓦丹河,火一定要够猛 同意 来,进来的朋友就要公开分享,让更多人一起进来学习 我把我会的 我知道的,我尽量教你们 谢谢大家 李轻轻还是独李倩倩 晚上好 树珍你来了哦 阿玛一看 晚上好 安妮 对 啊 你们要时常跟我互动,我才认得到你们啊 就好像ABC这样 杨树珍啊 啊 这个 安妮啊 时常有跟我互动的,还有 egnes啊 时常有跟我互动的,我就记得到你们了 还有针锋啊 还有针锋啊 不然你们一直潜水啊 我看不到你们,所以我也不认识你们了 来 因为这个果条我是放了冰箱啦,所以就比较难处理 那如果是没有放冰箱的话呢 它就比较好处理 好 有没有看到它开始散了 散的时候我们要放什么 来 鱼露 撒一点 黑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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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黑,自己放 啊 如果家里没有鱼肉,放酱油也可以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一来呢 就是让 让火条 它有一点水分 不会炒到干干干干干干干 二来呢 就是让火条细味道 啊 给火条有味道 才不会所有的味道都在汁里面 啊 哇 哇 有没有看到那个火条 等一下我给你看啊 火条 火丹火要炒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好吃 它要炒到有一点点的 窿底窿底 这样 真的是 没办法说 Apple cake 我没和你的互动 你都认得我 认得 Apple cake 可能看不到 对了一招刷左右哦 Olivia 同意啊 Olivia也是食堂有进来的 啊 有没有看到 我们看一下 看到清楚吗 这样子 看到火条吗 火条要有一个这样子的那个 窿窿底 这样 啊 才好吃的 哦 我刚刚看到那个 那果条 啊 就是这样子 哎呀 啊 这样子 那我们就在炒 这个叫什么 要把果条炒到够透 果条够透 它就好吃了 哇 人数起来了 我终于看到人数了 刚才都一直看不到 300人了 300人了 继续 继续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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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评论跟看不到人数啊 它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 没有安全感啊 登登登登登登 你看 炖食 感觉 果不寂寞 不孤单 没有小伴手 也不寂寞 不孤单 因为有你们 安宁 好 现在 果条可以起来了 我这样炒 这果条不怕炒的 果条不要怕它炒 今天怎么没通知 杨树的 你是不是unfollow我 嗯 可以加多一粒蛋 给自己了 耶 300人可以加多一粒蛋 给自己 500人加多两粒 呀 放青蛙蛋 你看青蛙今天没有 我没有浇油 哇塞 好 那果条我们炒到这样的时候 就可以上了 上盘 你们看一下 上盘就是这样子 哇 果条出来就是要这样子 哇 有没有 哇 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好 明天 就大家一起吧 一起吃瓦蛋 和口瓜焖鸡 然后我们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会放那个炒它的汁 那汁怎样炒呢 也是一样 那汁 耶 放一点的油 然后因为我放烧肉 所以我的烧肉会先下去炒它出油 那如果没有放烧肉就先放酸米了 因为我怕它酸米黑掉嘛 所以我先放那个烧肉下去炒它出油 啊 哇 哇哦 要400人了 要400人了 又又又 果然啊 深夜食堂会比较多 进来的朋友 记得要按赞 跟关注我哦 好 那现在我们就是把烧肉炒到 有没有看到油越来越多 我看一下你们看到那锅吗 还是我把我关 等我一下啊 我给你们看锅多一点 我给你们看锅多一点啊 因为感觉那锅不够多 啊 这样子 义快一点 哇塞 哇 这个角度是不是更加好 然后会不会看到我剩下半个人头 会不会 看一下 好 继续开火 然后蒜米倒下去 哦 我真的看到我剩半个人头 这样我不是要这样子 我要这样子炒 才看得到我的样子 因为我 我除了靠厨艺 我还有靠一点点的样子的 然后 好 把这个 菜 这样搭下去 好了 大家放入去 煎锅 把菜汁油 好,然后我们把水加下去 把水加下去 看不到我样子应该OK啦 给你们看锅啦,锅比我帅 锅才是主角 我不是主角哦 锅里面的东西才是主角 好,我刚刚丢下去的那个是那个菜心骨 我刚刚丢下去是菜心骨 好,这样我们放在门的时候 我们就放酱油调味 酱油 酱油,胡椒粉 然后,啊,冬菇粉 你们自己喜欢的哈 把它放下去调味 呀 然后如果有高汤呢,放高汤就更加的 非常非常好 这边面还可以 哦 我的那个脚架已经放到最靠近了 没用 因为哦,那脚架 它有那个支撑点啊 有三个脚啊 那脚就是 我已经adjust到完了 它顶到我的那个 除,除了的 啊,我们就是放了这样滚 滚了过后 每次 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啊,就是这个 试味道 oh my god 哦 太咸了 太咸了怎么办 来 知道我刚刚放什么吗 知道我刚刚放什么吗 太咸了怎么办 来 啊,tipsy来了 太咸了怎么办 太咸了怎么办 肚子饿过来啊 apple cake oh,gateway也来了 从gateway 来上课 嘿 来 各位朋友 太咸了怎么办 太咸了怎么办 知不知道我这个是什么 呀 ABC 太咸加水 不能再加了 再加它没有味道 加一点的糖 中和它 啊 就好像我们喝可乐 太甜的时候怎么办 加一点盐 啊 我们再试看 因为那烧肉有一点咸 嗯 嗯 嗯 哦 oh my god 加点水 太好吃了 那因为刚才滚干了 然后让它继续加水 然后我们开始勾芡 开始勾芡 等我一下子 勾芡用木薯粉 一汤匙的粉就是一汤匙的水 勾出来的芡 就是飘飘亮亮的 然后大家教你们怎样勾芡 勾了不一粒一粒 ok 啊 勾了出来的芡是光光亮亮滑滑的 糖加水来对 加糖 对对对加糖 大家都是高手哦 玉珍 是很多胡椒粉 对我们很喜欢吃胡椒粉 胡椒粉不用钱的我们的 不会啊 胡椒粉 因为我们要有它的那个 胡椒粉的味道啊 我比较喜欢是 勾芡 勾芡关小火 让它不要这么滚 先倒一点 然后勾一勾转一转 啊 然后 再倒一点 ok再转一转 ok 粉基本上下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开大火 因为为什么要煮给它的粉熟 啊 打出来的那个 梗才会亮 才会飘亮 才会光 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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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哇 塞 oh my god 你看 哇 老呗 爸爸 嗨 那我们就这样慢慢加 好香哦 爸爸 好香啊 然后我们就敲鸡蛋 sorry 敲鸡蛋 之前的一个动作要加什么 加手动 甜甜甜的 没有 甜甜的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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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甜甜的 来 加一点水 哇 哇 来 你看一下 哇 ok 记得它要下鸡蛋之前一定要 要开滚它 然后下了鸡蛋 再开滚 稍微拨一拨它 稍微拨一拨它 没有 这样子你更可怜的 好呢 你要注意呢 OK 然后换了 我一直这样转来转去 好可怜的 OK 滑蛋就是要这样子 你们有没有看到 哇哇哇 大家看到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 不要煮到那个蛋啊 看啊 哇还有烧肉啊 好吃啊 有烧肉 这个味道 哎呦 哎呦 你的口水可以收一下吗 你收一下你的口水 明天要跑多两圈 我告诉你 很饿啊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哇哇哇哇哇哇 淋上去 哇 还这么饿啊 不够不够不够 他答应讲这些不够啊 不够啊 等一下再加一个特辣 三拜给你 哇 阿 超厨力啊 有 reais 很暖 有没有 来 就是这样子 哇profits 等一等等 等一下我会上食谱 這是叫做简单 這個叫做吃剩的料理 就是吃剩的料理 的料理啊 那 exercises 還是很吃剩的 哦,对对,那还要吃剩了 就是把所有,好像要放鱼丸加冰箱 有鱼丸,要放鱼丸也可以 啊,随便,要放什么都可以啊 来,分享,继续分享 来,继续分享 三百斤三个人了 四百人了,四百人了 哇,时间来得刚刚好,现在出炉 来来,OK,现在我们继续 第一道菜,苦瓜焖鸡 来,我们,第一道苦瓜焖鸡 哇哦 OK 哦,这个锅哦,它有一个很鸡的就是哦 它有一个叫尾压 尾压,就是你看我的盖是 你看我的盖,拿不起来的 那怎么办 就是要它的上面这边 放气,要放气 要先放气 哇,苦瓜焖鸡 然后把苦瓜放下去,把它焖鸡了 哈哈哈 哇,真的是 哇,真的是 他给我放气 就是啊 你给它之后,我给它包了 哈哈哈 我给它包了 来 苦瓜焖鸡,继续焖 不要让它停 你看它,苦瓜焖鸡 那苦瓜,我们现在才要下诶 哇,哇,哇 Oh my god Janiper,是不是肚子饿了 对啊,有人在我就可以热闹了 顿时之间 回来的时间刚刚好 刚好有的是 不是她回来的时间刚刚好 是我特地安排她回来的时间才有的事 哎哟,很贴心嘞 哎哟 哎哟,完了 我们两个在前面,你们走开先 你们走开先 哎哟,我们走 你们自己在那边讲的啊 哎哟 等一下我们讲 你们去拿盘子啦,准备盘子 要不要拿盘子 蠔油 要夹一点蠔油 在冰箱门那边 好,苦瓜焖鸡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大概盛一个 哎 三三四分钟啊 盛一个三四分钟 啊 哦 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绝 非常的绝 绝妙 太好了哟 OK,然后我们 蠔油 要放不要放都可以 是个人口味 因为我是 炒东西我一定要放一点蠔油啊 感觉 感觉好像放点蠔油比较好吃的 蠔油就不要太多 哈,蚂蚁来了哈 耶 苦瓜们今天有放 姜 葱,什么 没有,蒜头而已 可以 然后有一些人他放姜 也可以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豆式的味道 所以 加红辣椒吗 我就不放 不放那个姜了 加红辣椒吗 没有没有 诶,你们加那个辣椒干呢 没有啊 哦,小孩子 对啊小孩子 有小孩子啊,想想别人吃 配饭 就是这样子 哇 schwer 好,那我们的苦瓜 速换 苦瓜焖鸡就好了 OK 苦瓜焖鸡就这样子完成啦 来进来的朋友 加红辣椒吗 我是没有加 可以放姜 可以放蒜 姜 蒜都可以放啊 都没有问题 好 来你们看一下苦瓜焖鸡 哇哦 因为我有小孩子然后我就不放那个 我就不放辣椒了 然后有一些他们是有放那个姜 他们有放姜 因为如果放姜那个豆豉跟豆浆的味道 他就没有这样重 豆豉跟豆浆的味道就不会这么的重 因为我是喜欢吃豆豉跟豆浆 所以呢我就把那个豆豉豆浆 跟他加多 OK 很可怜啊一个人live一个人自己调镜头哦 对啊一点都不可怜 料酒可以加料酒可以加 因为我的料酒用完了还没有去买 料酒可以加 啊 料酒是把它的 关火之前 撒一点下去 然后把那个酒味给它称起来 哇塞 一绝 真的是一绝 然后呢 如果喜欢我的朋友记得按赞 关注跟分享 然后呢 在我们的直播下面有一个小铃铛 把它按下去 所以每一次直播我一定会通知你们 每一次直播一定会通知啊 除非没有关注到我没有按到小铃铛 我就没有办法通知你们呢 啊 有的看没的吃 煮起来吧 来明天可以大家一起煮 大家一起煮起来 我等一下尽量就是 直接马上放食谱 然后让你们学起来 明天一起煮 然后记得 煮了过后要tag我 让我看一看 你们的成品好不好 那宽乐时间过得真是快 又是时候说拜拜 那喜欢我的朋友记得按赞 关注跟分享 再见 拜拜 拜拜